歡迎收看社會好吃觀光美食吃觀光 哈囉大家好我是Jacky 然後在我身後這邊呢就是宜蘭圓山的麗皮湖 那現在因為快春天了 所以就已經釣得差不多啦 不然的話其實那個落子莊蠻美的 那有時間呢大家可以來這邊走走囉 好那來到宜蘭的圓山呢 聽說有一條街專門是在賣魚瓦米粉 究竟哪一間好吃呢 那我們就來品嘗一下吧 GO 好那我現在來到這裡是圓山路上面 一條街都賣魚丸米粉 我這家叫做大寶 網路上非常推薦 那究竟它的口感怎麼樣 我們來品嘗一下 那個魚丸是現捏的口感 所以它沒有像人家賣那種冷凍的 那種硬膩的 它是比較軟的 它其實又有一點魚的香氣出來 軟Q軟Q的 那個米粉不太一樣的是 在新竹它可能是比較細 但是它是比較粗一點點 超出產的 而且 而且 魚丸米粉裡面 還有附一點點阿滴 魚丸米粉之外 還有非常推薦的 它是用白麵的方式去調理 哇 還沒入口的時候就非常的香了 它芝麻香氣整個是 在上面的時候就散出了 讓人家吃了覺得說 我米粉也想要加一點點芝麻這樣 很讚 很讚耶 它的芝麻香氣真的 不管搭是什麼料 它的香氣完全可以把它原本的米食 加上另外一種專位上去 當然還要試一下他們的小菜 小菜的醬的部分的話 是肉丸的醬味 然後加上它的小菜的補香氣 但是它的豬頭皮鹵起來是比較 硬硬一點點 它沒有完全是醬汁 把它整個蓋掉 如果你在吃魚油味上面的話 蠻有一種 普特的香氣 有點那種烤香過的那種香氣上去 但是又不會太鹹 味道適中剛剛好 它只是加了醬汁後 讓醬料甜點的就帶上去 不一樣的口感 來到原餐這裡 推薦給大家 大飽魚丸米粉 還有就是它的麻薑麵 這兩樣超搭 而且你就可以吃得很飽 分享給大家 記得幫我留Facebook以及Youtube 按讚留言加分享 請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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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